Hello 大家好 引力月聰晨 今天是2022年2月2日 晚上大概10點左右 今天就是苦年的年初二 首先跟大家拜個年 希望大家苦年就要苦苦生威 龍精苦猛 儘管澳門的經濟就會持續不振 但是我們也要堅信 我們會先苦後甜 哪怕生活將會很艱難 但是我們都要苦中作樂 最重要的就是身體健康 做生意的就生意興隆 老人家的就長命百歲 我們做年輕的最重要就是生農活虎 好了 今天年初二 沒有打算說這麼傷感的事 平時少說一些 但是都挺有趣 Deplock 其實也是有味 也是挺心傷的一件事 就是中國足球角足 昨天大年初一 中國男子國家隊打了 2022年卡塔爾世界盃 亞洲區外圍賽B組的賽事 葛足面對著B組包尾的越南 他們之前一場球都沒有贏過 最終葛足輸了1比3 正式宣佈無緣 是今年在卡塔爾舉辦的世界盃 決賽週了 這個美夢正式就壞滅了 現在國家隊打了8場球 只有5分排第5 而越南在中國隊身上打開了勝利之門 只有3分排最後 在這組沙地阿拉伯暫時19分排第1 日本18分 暫時排第2 澳洲15分排第3 而亞馬就職8分 暫時排第4 今次的賽事也是中國隊 史上首次在A級國際賽 輸了給越南 內地媒體就說 在大連賽1寫下了國竹的黑歷史 人民日報就評論稱 中國隊在大連賽1 輸掉了不該輸也不能輸的比賽 國內的球迷大肆批評 好不滿好傷感 一直都愛之心恨之切 對國竹的賽事其實相當著緊 但是近這十幾年 國竹事實上真是會放如下 國竹的新任教練李蕭鵬 賽後亦都向中國球迷道歉 隊長亦都道歉 覺得不應該輸這場比賽 網上也都瘋傳了一段 九年前 當中國國家隊國竹1比5 主場輸了給泰國之後 國竹的名將范志毅 當年很生氣地說 我們現在泰國又輸了 將來就會輸給越南 再輸的就是緬甸 之後中國隊就沒有人輸了 一語成籤 這兩天在網上轉得沸沸揚揚揚 有很多球迷都很不滿 紛紛都走去相關人士的微博 留言 有批評、有罵、有哭波桑等等都有 下任的國竹主帥李鐵 微博突然成為了很多球迷上的致歉 為什麼呢? 因為李蕭鵬其實是臨時接受命令要帶國竹 因為之前李鐵帶成績不好 之前就被炒了有 臨時拉夫換了李蕭鵬去教 結果李蕭鵬帶了兩場賽事 兩場賽事都是輸的 令比二輸了給日本 中國隊現在的水平和日本隊 事實上有比較大的差距 令比二其實是以遼沖士 輸1比3比越南作客輸 內地的球迷相當於失望 類似的情況過去也是屢見不閃 對於我自己而言 雖然我不是踢球 但是關注了體育這麼多年 寫國竹的議題 我在自己的專欄裏面也寫了不少 對國竹這個議題其實都是一句 愛知心恨知切 對國竹種種的表現其實都是 都不知道怎麼說 一匹步這麼長 但是也坦白說 其實我不算十分之失望 因為我對中國國家隊的實力 相對是比較客觀一點去理解 其實現在中國男子國竹的整體水平 亞洲來說已經是二流 對回二三流的國家 輸輸形形是一點都不奇怪的 我們連泰國都可以1比5 主場輸給他的 作客輸1比3比越南 有沒有出奇呢 我們在主場 即是在同一個賽事 之前在主場 我們也贏他 作客輸1比3比給他 有什麼出奇呢 因為現在 國家隊的男子國竹 他們的整體水平 其實就是跟越南差不多 只不過是部分內地的球迷 高估了自己國家隊的整體實力 傳媒 或者是部分足球彈的人士 他們對國竹的要求 對他們的期望 超出了他們的實際水平 實際的戰鬥力 這些其實不是今時今日的事 過去曾經發生過很多這樣的笑話 或者正如2002年 當初中國國家隊 因為日韓聯手去合辦 2002年的世界杯決賽州 所以中國隊有機會 歷史上首次去打決賽州的賽事 當年我們跟巴西、土耳其和哥斯達尼加同組 當年比賽之前 還有人猜 國家隊有機會以第二名出線 對巴西我們應該下風 對土耳其應該五五波 對哥斯達尼加我們應該上風 有機會摸和土耳其贏哥斯達尼加 我們有積四分 有機會排第二出線 那巴西應該三戰全勝 拿九分 是這樣去計算的 但結果三場鋪都輸了 不用說了 就算針對今次亞洲區外圍賽 12強的賽事 之前抽籤結果一出來了 內地的媒體 或者一些內地足球界 有些教練 都覺得是一個好消息 抽得上上籤 因為佔可以避開了西亞的勁雷 相對會好打一點 跟沙地阿拉伯 跟日本、澳洲 都有機會爭過第二 這樣說 事實上一出過抽籤的時候 我都覺得其實都幾問誰 很簡單 對沙地、對日本、對澳洲 明顯的實力是跟他們有距離 基本上是沒得贏的 摸和已經算是不錯的 情況之下 怎麼爭到的第二呢 現在角足在亞洲來說 並不是一線的隊伍 是二線的隊伍 甚至有些人說三線 我又覺得未至少三線 假假的都入到十二強 應該都是屬於二線 但是同一線國家的足球水平 事實上是有距離 所以不抱有太大的期望 所以我並沒有失望 有些人覺得怎麼搞錯 連越南你都輸 正如我之前所說 角足已經不是十幾二十年前 東亞的強隊 當年中日韓這三強 三強頂立 而且有包剪圖的關係 中國說有恐寒症 對韓國是下風的 但對日本都OK的 而日本對韓國 在技術方面 似乎是上風的 即是一個包剪圖的關係 中國中日韓這三足頂立 但今天不是這回事 日韓的足球水平 已經是遠遠超過中國 這是客觀的事實 就回這場 中國一比三 輸了給越南 很多人覺得奇怪 中國足球怎麼會輸給越南呢 其實翻查數據 其實BBC也引述了 國內有些媒體 鋪回近幾年 中國隊對越南隊 在青年組別裡的戰果 大家可以批評得到 今時今日國足輸給越南 其實是合情合理的一件事 好像2016年 亞足聯U-19比賽裡面 越南就打入了四強 首次 濟生U-20世界盃 即是世青盃 而中國隊 小組都出不了線 2018年 越南U-23國家隊 在中國江蘇舉辦的 U-23亞洲盃 在中國隊上面奪得了亞軍 而當時的中國隊 也是小組都出不了線 2019年 中國奧運隊 在友誼賽裡面 也是0比2 輸了給越南的奧運隊 從你三場的賽事 你看到 就從青年級別來說 國家隊對越南 一點優勢都沒有 輸了幾場球 從2016年開始 到現在 是2022年 6年的時間 從青年級別已經看到 越南隊已經追到上來 青年賽你輸 輸就輸 到成年的國竹 你都輸了 其實這是一個很正常的情況 提起國竹 這裡又有個小故事 跟大家分享一下 和澳門有關的 相信有很多球迷都記得 1999年 澳門竹總 搞了一個 別開生命的 回歸杯的賽事 其實當年都OK 是空洞的 然後 請了中國國家隊 和澳門隊 打一場 澳門回歸杯 澳門隊 是業餘的 和國家隊去打 一定會輸 而且沒有什麼大的看頭 純粹是從技術的層面 當然 回歸的意義 是相當大的 澳門竹總 想了一條計 相當好的 請了三個外援 哪三個外援呢 就是當時 全世界足球最強的 三個國家隊的隊長 是誰呢 就是 前風扇上 我們又請了 德國國家隊的隊長 有 金色轟炸機之稱的 麒連市民 而中場 我們又請了 巴西國家隊的隊長 中場 鐵漢 鄧家 後衛方面 也都是 戒指浩文有一個名將 意大利國家隊的隊長 也都是有全能的 清道夫之稱的 巴西 即是我們的前中後 三個重要的位置 我們都有世界最頂級的球員 也都客觀說 當年他們 剛剛退役很久 三十幾歲 但是 競技狀態一定是差一點 因為已經是退了役 雖然退了役很久 但是他們的公駕 依然在這裡 澳門隊聘請了三名猛將 跟澳門隊加碼一起 對國竹 打了一場表演賽 我當年也是有做記者 有幸現場去看這場球 去拍攝 近距離去看這場賽事 其實見證得到 國竹的整體實力 以及見證到 那三位世界頂級球星的風賽 和那種實力 我就有一個很深的體會 就知道 國竹 和世界頂級球員之間 分別在哪裏 一個簡單的例子 其練士文 他打前鋒 頭錘是最出名的 當時我做記者 沒有很久 我對足球的了解 不算特別深 當時我覺得 其練士文 一米八松 我就一米七八 我走過去 跟其練士文 都拍過照 其實那個不是很多 跟我差不多 大隻的體型 差不多 我覺得 當時中國隊陣中 就有不少高大的球員 有些甚至比其練士文 還要高大的 當時我就連笑無知 因為其練士文 在身材方面 沒什麼優勢 頂頭脫 就未必一定會 那麼容易 誰知道 大家落場去看 就看到分別差很遠 好像簡單的例子 一盞角球出來 一起跳的時候差不多 但是 跳一跳的時候 連其練士文 明明是矮過他的 但是可以 突然之間 高過他的 而且還可以頂到那個球 頂到 有指向性 很明顯有意識 走去頂 是差很遠的 其實不是一次出現這些畫面 別人捉的點 拿的時間 那個 騰空的能力 停在空中的時間 真是差很遠 其練士文不愧 真是空中霸王 就是空中霸王 相當厲害 另外我看回鄧家 鄧家一個人在中場 其實真是指揮約定 進攻、節奏等等 帶著一班澳門隊的隊員 他都真是相當厲害 巴里斯不用說 更加一夫當關 有他在這裡 中國隊當年要入禁區 或者想製造一些很威脅的埋門 基本上不是很多 前、中、後三線 有三個頂級球員 坐鎮的話 就可以將對 業餘球的澳門 真的可以升了 其實澳門 當年都很好人 家驅、小敏、 咖喱文、索庫等等 這些名將都在這裡 都在這裡 那一場球都很好看 這場賽事 三大巨星就正選上陣 但在下半場組段 陸陸陸續續退下火線 結果澳門隊就輸零比四 宿茂俊在這場比賽中 包辦了四個入球 澳門球迷來說 其實都可以 收火 如果沒有三名主將 即沒有三名外援在這裡 我相信 結果就不是這樣的 但是 在那場賽事 我就見識得到 中國國家隊 他們的實力 也都見識到 什麼叫 世界頂級球員 他們的技術 他們那種霸氣 他們對足球的理解 事實上 通過那場比賽 我對真正的職業足球的認識 真的大大增強了 相信那一代澳門隊的球員 我看過很多訪問 或者到今時今日 有些回憶也好 對那場球都是記憶猶新 因為實在 很難得的機會 讓澳門隊可以在 那三個頂級的球星身上 一起練球 是學了不少東西的 亦都可以跟國竹 打回場有儀賽 在回歸那天打 亦都有別具意義 最後 就想簡單地說一說 為什麼中國足球 搞了這麼多年 都是搞不起的 中國搞職業足球 比韓國 比日本 更加要做 為什麼中國足球 現在的整體水平 會被日韓遠遠地拋離呢 原因其實是 多方多面去造成的 內地媒體其實都有很詳盡的分析 整體來說 中國的整體足球系統 是落後於先進國家 不要說歐洲 就算跟亞洲比 都是落後的 體制方面 最主要是體制方面 落後 過去也都是 經常有球迷 外行的人也好 內行的人也好 經常會問一個問題 中國有14億人 沒有理由找22個球員出去 打都是打不成的 沒有可能的事 中國人口大國 又扔了這麼多錢 又很注重體育 沒有理由 找22個人都找不到的 沒有22個了 找11個世界頂尖的球員都找不到 沒有可能的事 總是不相信 事實上 真的找不到 這是一個整體足球系統的問題 而令到中國足球 搞來都搞去都搞不起 當然有很多原因 沒有說單一的原因 但是 也是有一個最主要的原因 暫時不說 說回 十幾年前 又說回我老本堂 有一個國家乒乓球隊的教練 跟我聊天 就問 為何我們的中國乒乓球 乒乓球這麼厲害 足球硬是搞不定 當中是有歷史文化和社會的背景 譬如 中國人的團隊協作相對是差一點的 其實有很多評論家都說過 中國隊出去 其實很難去團結 因為各有各的目的 2002年去打世界杯決賽週的時候 每個人都爭著去射門 都不肯去交球 因為成為中國世界杯決賽週首個入球者 名譽實在太大了 所以每個人都爭著去射門 沒有人肯做防守 沒有人肯交球 每個人都掛著自己射 等等這些 其實聲音都有 或者意見都有 這些 文化和歷史的因素 是有少許影響的 是有少許這些原因 但是我覺得 不是一個致命的原因 致命的原因 始終都是我們的足球制度的問題 我們現在說的是 整個中國內地的足球制度 包括聯賽制度 現在就是一個外行人管內行人的狀態 不是在搞現代商業化的足球 我們現在在搞的足球 是一些官方主導的 並不是純粹去搞足球 或者是商業足球 現代足球 總之他就不是用足球的方法去搞足球 結果當然是 事配有功半 剛剛開始搞職業足球的時候 最大的問題 不用說了 一定是整個聯賽烏煙瘴氣 黑哨 做球 即是打架球 球隊的班主 有很多股滑東西 細黑錢等等 問題重生 這些已經說了很多 足球大力去打擊這些東西之後 情況 客觀來說 是有所改善的 但是 你說還有沒有這些情況存在 大家心照吧 是不是 我們不說這些了 再說回 其實近年 中國足球最大的問題 始終都是 是一個官方主導的聯賽 或者是一個官方主導的系統 和現在 現代足球 整體發展 是背道而馳的 現代足球 講來講去 商業操作 和商業 其實已經物不可分 而且 球隊之間的經營 其實是 相當商業化 好有系統 才可以的 整體的大氣候 要這樣走才行 但是 中國足球 有少少 不是說少少 中國足球 其實是背道而馳 官方主導 也太過重要了 即是有很多事情 因為 官方主導 官方主導 就不純粹 以發展足球為目標 也都不遵照足球發展的規律 去做事 結果當然是 錯流百出 或者是笑話百出 好像 除了之前所說的 那些黑哨 打架球 等等的亂象之外 其實 近幾年 在外行人館內行人之下 亦都有很多 令人摸不著頭腦的政策措施 甚至是一個笑話 好像 近來講的就是 國足球員 是不給紋身 紋身的 都要你去搓他 小年紀組別的 如果你有紋身的 就不給他入隊 這些其實 跟足球的水平有什麼關係呢 你看看在歐洲 或者在NBA賽場 很多球員都紋身了 又不見他們的水平 是下降了 再之前講的 突然間 又容許一些龜化兵 在外國情懷 小粉紅泛濫的情況之下 入籍球員 越來越多 那又可以的 那OK 其實入籍都沒有問題 如果他真的崇尚中華文化 真的對中國是很有熱誠 對中國真的很熱愛的 龜化兵是沒有問題的 但事實是這樣 我內地的球員已經講了很多 並非如此 有很多都是為了錢的 那這些成不成功呢 現在就肯定 就不成功了 實以強賽 打成這樣 裡面有幾個龜化兵的政選上陣 結果 都是強差人意 另外那之前 都批評 中國足協為了要提升國足的水平 又經常打亂聯賽賽程安排 每次都要遷就國足 搞訓練 打得下聯賽 可以突然停了它 因為國足要集分 要備戰什麼賽事 這些情況 在先進的歐洲足球裡面 是不會發生的 儘管國家隊和球會之間有爭拗 兩隊之間的教練有爭拗 對於球員是否被徵召 是否應該打正選 是否應該要休息 這些事情 經常都有爭拗 但是 其次 就是國家隊和球會 依然是處於一個 有爭拗 但是尊重的情況 但是在內地 在國足來說 沒得說 一句行政指令 一落到來 所有的球會 都要將國足的球員交出來 他們要去集分 集分很長時間 影響聯賽 不要緊 聯賽停了它 為了遷就國足集分 這些事情都做得出 結果就搞到國足的水平感 另外 傳媒也有關係 經常都 見高敗 見低就踩 吹噓球員 將我們的球員看得太大 哇 動一下又說球王 動一下又說 中國的美斯 中國的斯朗 亞洲什麼什麼 說到 吹到大大 事實上是沒有這個實力的 而中國 有很多球員 事實上也是很大氣功的 亦都是自吹自擂的 在中國 在中超也好 或者你以前的甲A也好 什麼都好 其實 拿過中超冠軍而已 不代表什麼 沒錯 之前的恆大 在亞洲的球會級賽事裡面 成績也都相當之好 但是 大家知道恆大 才紅勢大 好像英國的萬成 車路士等等 靠錢就搞定了 但是 是不是代表得到 你整體 中國的足球的水平 當然 不是 因為種種的原因 加加慢慢 所以令到 各足的水平 其實 是停滯不遲 這個叫說好聽些 說難聽些 其實是不進即退 再難聽些 其實是退步當中 以前就是東亞三強 現在已經成為了 亞洲二流的隊伍 其實就是因為 我上次所講的種種原因 綜合而成的 但是 終歸一句來說 都是外行人 管內行人 不是 循著足球的發展規路 對發展足球 官僚足球 結果就搞到 今時今日 中國的足球水平淪落到 亞洲二流 這才是最關鍵的原因 現代足球 講求的 是一種商業的運作 這個遊戲規則 你是要這樣玩 才有機會成功 你用第二種方法去玩 是不可能成功的 儘管過去 蘇聯隊試過很強 南斯拉夫也試過很強 匈牙利也試過很強 但是 強一陣 很快就會無以為計 所以長遠來說 你要搞現代足球 你就要用現代足球 應該要有一個方法去 由市場去主導 由球會 它有一個獨立性 財政它有一個獨立性 等等 當然 整體的足球土壤 足球水平 清訓 其實你要做好 特別是清訓 清訓做不好的話 你根本什麼都不用說 德國 由當年 這麼厲害 突然之間 倒了下來 做清訓 做幾年之後 慢慢慢慢又上來 越南 以前國家 對它實質沒有牽牙 為什麼現在輸了呢 因為別人的清訓 做得比你好 慢慢慢慢 青年級別 去贏你 贏得你幾次 慢慢青年 變成年 所以 在成年對面又贏你 日本韓國也一樣 在清訓裏面做得好 所以 別人的水平 慢慢就跟中國拉開了 這個是事實 但是 如何做好清訓呢 當然不是官員說的事 當然要按足球的發展規律 由球會去訓練 各級聯賽要做好 原賽的制度 要做到真正公平公正公開 等等 根據足球發展規律 這個是講來講去 都是講這些的 中國人來說 也是一句的 中國足球搞成這樣 是因為官方插手太深 不是純粹搞足球 而搞足球的 外紅人 管內紅人 很多時候 是用了錯誤的方法 一定是事配就功半 中國足球 是想搞好 或者搞好一點的話 其實必須要對正閒約 就是 要真正還原 由內行人去搞 足球 就用足球的發展規律去搞足球 不是官方主導 否則 再放多少錢下去 換了多少個教練 用洋教練也好 用土砲的教練也好 每個運動有每個運動的發展規律 這就是我今天想講的 好了 今天就講到這裡 歡迎大家繼續訂閱我的頻道 給個like 或者share給朋友 至於澳門的問題 澳門的經濟問題 賭秀等等的問題 綠綠綠綠之後的日子 再跟大家講 今天就講到這裡 拜拜